好 来 接着呢 Amanda老师也跟大家预告 下周各星座的整体运势 对 看我们一样从自己星盘当中的 太阳跟上升星座来观察 首先两颗星的部分呢 有狮子座的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状况 让我们的经济上面会比较有 这个多出需要付出的这个情况 可能要多多的留意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们 最近这段时间可能真的太过劳累了 要懂得找时间好好地休息 让自己的体力不要太过透支 另外提醒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人际互动方面 讲话的时候虽然是好意的 但是用字浅词的时候 可能还是委婉一点会比较妥当 我们来看三颗星的部分呢 首先金牛座的朋友 好像爱立行是金牛座对不对 就是很容易会想得太多 做得太少了 虽然小心谨慎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要把握机会的时候 还是要勇敢地做出决定的 双子座的朋友们呢 像文心要小心不要太过乐观了 然后呢 这个有些地方 偷买乱刷 会不会乐极生非 真的就是有时候这个该注意 该面对现实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到的 然后射手座的朋友们呢 我们有机会重新整理这个 我们一些未来的目标计划 然后呢 等到好时机的时候能够再次出发 我们来看四颗星的部分 首先有牡羊座的朋友们 当我们遇到一些这个生活当中 有点卡卡的时候呢 可能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 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然后呢还有天井座的朋友们 如果我们对于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这种同事们能够提供我们的一个 这个协助的话呢 都能够受到大家的称赞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们 其实像两位一样 就是我们的这个实力是能够受到肯定的 然后呢 虽然觉得事情好像有点多 但是是因为能力好 老板或是其他这个人们 给我们很多的新的工作 要值得开心一点的 我们来看五颗星的部分 首先要恭喜巨蟹座的朋友们 自己温柔的气质 是人见人爱 这个人缘桃花是非常的旺盛的 然后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工作上面的表现 也能够受到赞赏 自己要懂得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 好好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以及双鱼座的朋友们 这个资金在握 可能口袋满满的 如何再次重新的布局 重新的投资理财 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 我们来看加码的部分 首先恭喜感情最旺的是 巨蟹座的朋友 工作最旺恭喜 处女座的朋友 财运最旺恭喜 双鱼座的朋友 恭喜 好 好的